我就讀了学校是国立评论科技大学动物科学虚产学系 那我在录这支讲座的时候我已经是研究生了 就是虽然我现在没有在评科读硕士 但是我还是继续在动物科学领域专业 我其实是没有照着体制在走的一个人 我读书的地方就是我的父母都非常在乎所谓的读书风气 所以我在国中之前基本上就是补习班家照样样来的 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在想一定要这样吗 我高一的时候就放飞自我 就是我高一的时候就是课业真的是非常的惨淡 就是我几乎把我的心力全部都投注在玩社团 就是没有花那么多心思在课业上 然后是一直到高二的时候选主然后分班 我选到三类的时候才慢慢意识到说 我好像应该要开始读书了 因为高二生就是要开始准备学策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也很迷茫 就是会想说那我那么努力读书 那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就想要说 我发现我真的是对各种生物的冷知识 就是有莫名的热情 然后跟就是非常的疯狂 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是三类 所以也会读社会科 然后自然科也都会读 然后所以我就是开始有一点就是社会科 会慢慢的把它就是放掉 就是我该背的有背就好了 我也不会想要再去做更多的专业 但是就是对于生物的话 我就是会直接两眼发亮 然后就是每天想到说 今天要来复习生物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我好像可以一辈子都就是泡在这个生物的领域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准备考学测的时候 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平农科技大学 所以我算是高中生转考科大的一个 就是非常坚持的人 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身为高中生对学以致用的追求 因为高中的时候一直读书 然后都不太清楚说那我这些读的国英术什么的之后到底会用在哪里 会不会用在我以后的职业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就很努力的以评课当做我的目标 但是接着学测成绩放榜了 就是如果要以学测成绩来去申请科大的话 就是其实它是需要就是比较高的成绩 但是我那时候学测成绩不如预期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以我学测成绩申请上就是我这个第一志愿的评课大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还是会有很多人提供我意见说 那你现在的成绩还是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去读新竹教育大学 你可以去读其他什么幼教系或者是特教系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蛮排斥的 因为我就觉得说那好像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会觉得说别人的选择可能不是我的选择 所以当学测成绩不如预期的时候 我反而更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就是所以呢我就很坚持我的第一志愿 所以我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考同测 然后就是那两个月的效率真的是比就是我花半年一年准备学测还要多更多 因为我在那两个月之中写完了五本参考书 然后还有就是近十年的历届试题 然后所以呢我就如愿的考上了就是评科大动许系 那我觉得这完全只是因为我对大学的想象 就是我很在乎大学的环境 然后还有是不是我想象中有一个广大的校园 然后有就是明媚的阳光然后新鲜的空气等等 所以我觉得平科大它符合我对于大学的想象 因此呢我就非常的坚持 但是可能会有人想说 那你读科大但是你现在又转普大研究所 那你是不是后悔了还是你又走回老路 但是就是我就是到现在想了很久之后 我就觉得说其实科大跟普大甚至是每一所大学之间 他们的发展的重点 然后还有学校的风气跟环境等等 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就是看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然后你就往就是那个学校去走 所以并不是说就是我就是要读普大 我就是要读科大 而是说你要知道自己要怎么样的资源才是最重要的 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